红色部分一般来讲 最常见到就是 刚刚我们那位站长带的就是红色的部分 回屏东铁路的时光围旅特展 从11月30号开始 在仿流F3艺文特区展出 除了有向福井铁道文物馆借来的旧文物以外 还有当地摄影家邱才彦记录下的珍贵影像 带领观众进入屏东铁道历史的时光隧道 来更加认识屏东沿线火车站的一个美丽 那另外也透过我们城管长的典藏的铁道文物 那也介绍出我们整个台湾铁路的一个脉络跟历史 对居住在火车站附近的民众来说 不论求学 工作或是旅游 搭火车都是他们的共同记忆 随着铁路电气化和现代化的工程 对车站的旧景旧物也纷纷走入历史 其实的综艺史在办祭典的时候 有那个挑弹奉范的走过那个铁道 我让感觉是让我是蛮感动的 我拍了很多镜头 那现在空了 现在铁道不见了 铁路的回忆 我高中三年都是通车生 铁路让我的回忆 感觉就是爱情的故事 因为我的初恋就是在铁路上谈恋爱的 对对对 文化处表示 这次的铁道故事展 回顾屏东铁路的发展史 也希望透过影像即时的自然风光 和人文风采 再现那插身而过的屏东印象 原始新闻巴朗 屏东访聊成不倒